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对一个孩子来说 最幸福的模样是什么呀 莫过于有爱他的爸爸妈妈 有个温暖的家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当中 六岁的孩子小小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经历着寻家的困局 甚至到了最后 浙江宁波法院的法官也为小小四处奔走 想尽办法 大家可能会奇怪了 这么小的孩子他的父母呢 为什么会无家可归啊 这其中的原因嘛 说起来有点复杂 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16年的下半年 浙江宁波迎州区法院呢 接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诉讼请求 提起诉讼的是当地的居民于某 于某表示啊 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前妻呢姓谢 两个人呢在婚内有个女儿叫小小 四年前呢 他与谢某离婚了 女儿小小呢就由于某付的照顾 可是现在呢 于某表示啊 他不想再养小小了 他要把小小给前妻 而且他还要向前妻谢某索要之前抚养小小的费用 以及鉴定费用等等 共计九万九千块 于某的这个请求其实让人有些不理解 自个儿的孩子怎么说不养就不养了 并且还向前妻讨要抚养费 这似乎不太合理 可是很快呢 于某说出的一句话就让人震惊了 不是我们的 我凭什么养 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是我们的 难道说小小的身世另有隐情 果不其然 于某说啊 他正是前不久做了亲子鉴定 才发现养了好几年的女儿 竟然根本就不是自个儿的亲生孩子 感情当年离婚的时候 他被前妻谢某耍了 你说这叫他怎么甘心 那我实话实说 有些也想过 那叫我们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一直讲这不是我们的 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养着呢 这情况确实出人意料 但是接下来于某再度透露了第二个让人惊讶的情况 于某说小小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而是一位脑瘫痪儿 平日里由他的父母来照顾 为了小小 他们全家人其实都吃了不少苦 特别是于某的父亲 干脆工作都吃了 专心在家里照顾小小 孩子他根据也没有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谁都没找你睡了 谁叫嘛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没告诉你 我媒体要跟他 吃饭也要给他预的 什么东西都给他 他不懂你 而且余某强调 为什么前不久回去做亲子监定 并不是因为他怀疑小小的绅士 而是眼看着小小都五岁多了 一家人都很爱小小 舍不得孩子就这么病着 所以就想带着小小去做康复治疗 也想帮小小申请一下相关的补助 但是无奈小小一直没上户口 于某一下子就急了 按照规定 没有出生证明 那就非得有亲子关系证明 于某这才带着小小去做亲子监定的 可谁想得到呢 原本是出于爱小小才做的这一切 可结果呢 确实让余某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你说这叫余某怎么不前应 这么一听嘛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余某的愤怒 但是余某说一切还不止于此 因为他怀疑啊 这其实是前妻谢某多年来精心设计的阴谋 这就严重了 难不成这孩子是谢某故意丢给前夫的 这样我们先通过余某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段婚姻 余某表示他和谢某是2009年在网上认识的 谢某是云南人 两个人的感情稳定 令后呢 谢某就来到了余某找余某来了 过来了呢 两个人不是在一起了吗 因为他在这边也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呢 我说那住我家里去好了 虽然没有办婚姻登记手续 但是余某说呢 他跟谢某当时过得跟夫妻也没什么两样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呢 他就发现谢某竟然有离家出走的习惯 怎么说呢 余某回忆 谢某当时在一家足疗店上班 他不太喜欢 于是呢 就劝谢某辞职 为此的两个人还经常吵架 只要一吵架 谢某就会消失几天 虽然生气 但是余某呢也没那么多计较 两个人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着 到了2010年底 谢某突然怀孕了 余某说他全家都很高兴 为了孩子 他也把那些个矛盾和争执都给抛掉了 立马就跟谢某领取了结婚证 并且开始筹备婚礼了 这都要结婚了 肯定得先见见岳父岳母 余某说当时他带着一片真心跟谢某去了云南 可是这一去呢 余某说他这心里头又被搞得拔梁子 咱们俩要我20万 他嫁妆嫁过来不止20万 我就跟他这样说 他就没话说了 他说反正我就是要这些彩礼 要不就不用结婚 因为彩礼 余某提前回了宁波 跟谢某算是不欢而散了 从那之后 余某说他跟谢某有一年多没联系 在余某想来 他跟谢某这就叫结束了 那个孩子也应该是跟他无缘了 因为他消失一年多了 真的一年多 足足一年 那我在这边除了对象要结婚了吗 因为有了新的交往对象 余某说他在2012年9月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请求与谢某解除婚姻关系 法院的传票随即也寄到了云南 之后谢某也果然出现了 但是让余某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谢某怀里抱着个小女孩 并且谢某说了 这就是当初他们俩的那个孩子 名叫小小 余某说当时他太惊弱了 他怎么都没料到谢某竟然会把这孩子生下来 当然了 余某也承认他有过怀疑 为此法庭提出可以做亲子鉴定 可是余某说他想来想去拒绝了 一方面是余某当时急着另送家庭 另外一方面是余某觉得这么大的事 谢某不至于会说瞎话 想来想肯定也是自己的吧 谁会无缘故 别人生的跑步抱过来一个 不可能 而且当时还有这么个情况 那就是谢某告诉余某 小小出生的时候其实是健康的 但是七个月的时候生病高烧 由于他的家乡医疗条件比较差 所以这才落下了后遗症 听见之后余某说他觉得 他跟谢某对不起孩子 都是他搞出来的 说实话 理由不是说母亲不是说天上有畸形什么 要是在这里的话根本就不会 对吧 就这样余某说当时他是真心接纳了小小 在法庭的调解之下 2012年10月31号 余某和谢某的协议离婚 双方商定小小由余某抚养 母亲谢某每年支付抚养费4000元 不过在调解之余 双方还有一个这样的附加约定 南方考虑到保护自己的权利 就是如果日后查出来 这个孩子经过鉴定以后 不是双方亲身的 那南方可以主张要求女方赔偿损失 并且可以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往事回溯完毕 余某现在是后悔不已 他后悔当年倾信了谢某 更后悔自个儿对谢某 那个时候的离家出走 没有在意 现在想来嘛 余某认为谢某正是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怀了小小 后来发现小小患病 这才故意回宁波 把小小丢给她的 这不是阴谋是什么呀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 余某说自个人怎么可能会酱下这口气 并且几年来 谢某对小小不闻不问 所以她当然要来请诉谢某了 要向谢某索赔抚养费以及鉴定损失费 合计九万九千元 好 事情说到这儿呢 基本轮廓我们搞清楚了 那么对于余某说的这一切 谢某会作何解释 这一切真的是她故意而为之 面对亲生女儿谢某 她能不能欣然接受 她是只能说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谢某居然又消失了 就连法院送船票都找不着她 小孩长得非常的可爱 但是确实不会走 全程抱着都已经六岁了 而且不会吃东西 就只能喝奶粉 那她的妈妈就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找不着被告 按法律规定 传票公事之后 案件是可以缺席审理的 2017年11月 案件开庭了 而在开庭前 法庭为了谨慎起见 安排余某跟小小 再一次做了亲自鉴定 因为是原告单方去做的一个鉴定 那真实性 合法性 还是比较欠缺的嘛 那我们法院还要再 启动一次司法鉴定 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的这个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 余某和小小 的确不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据此 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 余某与谢某于2012年10月签订的子女抚养协议 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中指 二 现由余某抚养的孩子小小 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她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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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执行 都找不着 事实际上余某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 她甚至有了想把小小送走的念头 其实我们心也太好 说实际上爱道理说 直接小爱抱去 快说去放着 一听说这情况 石福县和同事们更担心了 按小小的病情 那是一分钟也离不开大人的照顾的 于是他们就赶紧跟余柴沟通 当时我们也是跟他讲了 就说孩子如果放到外面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那么对于你来讲 对于他爷爷奶奶来讲 对于我们法院来讲 我们大家都有一份责任 不得不说余家人还是善良的 并且对小小有感情 在法官的劝说之下 他们非但没有把小小送走 甚至仍然对小小精心照料 很是让人感动 在这种情况下 找到谢某就更加迫切了 大家都想问问 自个儿的亲生女儿 难道就真的不管了 时间这就来到了2018年5月 终于出现转机了 银行监测到谢某的账户 出现了一笔十万元的款项 当机立断 法院立马就查扣了这笔送款 一般银行账户 和自己手机短信都是绑定的 我们把银行存款扣掉以后 他应该会和我们法院取得联系 但是我们也是 在这个方面也是抱有一些希望的 果不其然扣款十天之后 谢某终于出现了 这个时候距离 他把女儿小小丢给余某 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年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会怎么说呀 他能接受小小吗 然而小小真正的身世 又是怎样的呢 面对法官的问询 谢某的态度很消极 更让人担忧的是 谢某竟然真的不肯接受小小 谢某这是对孩子太残忍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为了帮助小小能够有个安稳的家 法官决定问一问小小亲生父亲的状况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提这个谢某就更抗拒了 第一感觉就是孩子的爸爸是谁 孩子的爸爸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因为对于这样的孩子 仅仅靠一个弱女子 要把这个孩子非常大 是有很大困难的 当时问了以后呢 女方一直跟我来着摇头 都说十月怀胎母子连心 谢某看上去嘛 也不像是什么凶恶的人 难道真的就会对自己亲生的孩子 这么心狠 法官觉得不妨再试一试 用小小来唤醒一下谢某的母爱 于是接下来呢 法官不停地跟谢某说小小的近跨 给谢某看小小的照片 渐渐地呢 谢某的眼眶似乎有些湿润了 到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不过他一开口却再度让人惊讶 因为谢某说这一切 不是他故意为之 这话怎么说呢 首先是小小的身世 谢某说他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于某的 当时他在组长店工作 某一次呢 遭受了陌生顾客的伤害 被骗的那次 这不是在我同意的情况下面 然后后来就怀孕了 但是还是有点害怕 谢某说当时他抱着美好的希望 这个希望孩子是羽毛的 这才有勇气把孩子生下了 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小小竟然会生病 并且病情还那么严重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 谢某说他整个家庭完全是无能为力 我姐姐是残疾的 背是头的 然后个头很矮很小 就是长不高 都是我在打工的 一直支撑在家里面的 就是包括我哥哥 他不是得了成费吗 也没有劳动那一段 走投无路了 谢某说他这才把小小给了余某 他觉得跟着余某 小小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 只要一去看他那个样子了 一想到了 一想到这辈子 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没有给他像正常人一样的 我就觉得 觉得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头 也是最大的遗憾 只能说谢某或许是可恨的 但是他也有可怜的一面 命运确实赋予了他 过于沉重的负担 但是要想提醒谢某的是 再多的负担 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身为母亲 就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否则小小何其无辜 这个孩子是他说 他是无辜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孩子 在最后让南方家庭走向破裂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希望你能够 尽快地配合法院 将孩子接到你的身边 而另外一方面 当良姐到一切真相之后 于家也小气了 甚至同情谢某的遭遇 他们表示愿意主动退一步 觉得孩子这么可怜 就是这个小小的爷爷奶奶 这个心理也很善良 就当时就说了 他说我们同意给女方 五千块钱的照顾呢 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已经挺不容易了 眼看对方让了目 谢某也终于想明白了 他同意接到小小 并且支付给于家相应的 这个抚养费用 于是在法官的见证之下 小小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小小的家都算是有着落了 说到这儿呢 案件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相信大家仍然会有担心 是啊 小小的这个情况那么特殊 谢某这样在外的打工 能照顾好小小吗 小小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呢 有个人比大家更担心 那就是执行法官石副县 他可是亲自帮小小找到了家人 所以呢对小小也特别挂心 而石副县呢也很清楚 谢某呢的确是生活困难 巧妇难为五米之岁 谢某就算有心 但是有没有能力照顾好小小呢 他能不能带孩子 这么一种健康状况 那么交接以后的抚养的问题 对于女方 以女方的家庭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沉痛的负担 这时候石副县想到了个办法 那就是法院在盈州区慈善总会呢 设立了司法援助慈善基金专户 专项援助涉及这个执行不能的民生案件的当事人 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基金帮助小小母女呢 石副县决定试一试 但是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因为根据规定 司法援助的对象必须是生活面临急迫困难 因权力受到侵害 而无法获得足额赔偿的申请执行人 显然谢某和小小不符合身份的规定 能不能符合司法救助文件的要求 我们还有很多的顾虑 怎么办呢 放弃啊 让石副县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把小小的情况报上去之后 法院执行局呢 也愿意为小小特事特办 很快 这个执行局的局长谢先芳 仔细审查了相关的案件材料 并且多次跟院领导沟通协商之后 终于这个援助团有了希望 因为考虑到被执行人特别困难 所以通过院领导跟我们去政法委 所以我们去职赛总会 领导进行了沟通 对这个案子特事特办 也就是说对这个被执行人 另外就是司法援助 给他申请了援助的三位会计 那么这份司法援助应该是基于这个孩子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那么从出生到现在 他毕竟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款项一落实 石副县和同事赶紧就去了谢某的家里 石副县希望立马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某 也顺便看看小小的情况 好在呢谢某也在家 那现在这边是你一个人的出了 是我朋友说的两个 不过小小却不在 小小去哪了呀 谢某解释了 说别担心 他把小小送到云南老家去了 现在由他父母在照顾 听说小小一切安好 师傅县也放心了 他赶紧就把领取援助款相关的这个表格 拿了出来 就是给你小孩申请的那个司法援助了 已经批下来了 我们今天过来把手续办一下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法院还在帮助谢某申请低保 如果能够顺利办成 那小小未来的生活也算是有一份保障 得知这一切呢 谢某很惊讶也很感动 钱虽然有限 但是对于谢某来说呢 这无疑是一只强心针 这是在告诉他生活虽然有困难 但是只要你不逃避应尽的责任 愿意担负起身为人母的担子 那么相关的政策上的这个帮助 就不会少 愿意关心和爱护小小的真情 更不会少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你身边有什么新闻发誓的话 欢迎您通过评论上的人老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事长 去下载手机讲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下载手机 下载手机 下载手机